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 佳慧元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佳慧元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如果誰掌握了晶片 未來是否也有可能會得天下呢 蔡委員你怎麼看 美國最近很多的禁令 全部就是衝著中國大陸來的 包含謝金河也說 拜登下達的這個 三大晶片禁令制裁中國 他說這已經是到達交戰等級 還包含人員 的確啦 這個是戰爭相互對立的國家 才會有這麼嚴厲的這種 所謂的我不賣你原料 我不賣你設備 我的人員不跟你互相往來 這已經到了一種 冷戰等級的一種交戰模式 那這個拜登他們當然覺得 哎呀我上次打擊華為的手機 你看我一級就垮 所以我現在是可不可以複製這個模式 我就兼幣親眼 我把晶片弄了 然後晶片現在是工業的核心 所以你中國大陸沒有晶片的話 你的整個晶片產類 可能會退回去幾十年前 然後這個晶片產類你一受損的時候 那你很多地方沒有晶片 你工業就動不了 你動不了經濟就會往下滑 往下滑你中國不但不能夠崛起 你還會爬在地上 他的算盤是這樣打的 但是人世間有時候天算不如人算 我跟大家解釋 就是中國大陸的晶片產業 在成熟的製程 所謂成熟製程 就10奈米以上了 不是問題啦 已經不是問題了 你說我不給你設備 中國大陸也可以自己做設備 你不要忘記 然後你說我不給你光科技 中國大陸可以做光科技 那為什麼要依賴埃斯莫爾 我不得不承認 我不得不承認說 中國大陸有些人很懶 什麼叫很懶呢 他覺得我國產品質不是那麼穩定 然後我訂單都下得很少 那埃斯莫爾性價比高啊 那我就買埃斯莫爾 所以中國大陸在做這種光科技 採的一直得不到訂單來培養 埃斯莫爾是不是生下來就很厲害 沒有 埃斯莫爾本來這個小公司 是誰扶他的 就是台積電 因為以前的光科技誰在做 就是Canon 尼控 他們在做的啊 不是被人在做 這兩家這種公司在做 然後台積電 覺得那個技術比較落後 不適合他需要 他就去跟埃斯莫爾 你我專利給你用 你專利給我用 他在那邊七貨八貨 今天才有埃斯莫爾這種境界 從世界各地買最好的零組件 把它拼裝起來 不是什麼零組件 都是埃斯莫爾做的 但埃斯莫爾的研究過程裡面 也有他的獨到的專利在裡面 那因為有台積電在供應 那中國大陸這些晶片廠 從來就沒有想過 要扶植自己的生產設備 因為看起來土土的嘛 都很原始嘛 然後中國大陸的政府 有組了 花了很多錢 找了一個工訓部 來搞一個什麼 什麼清華紫光集團 好多錢啊 什麼搞了 什麼 都是要搞晶片工業的 哪知道所用非人 那些 我不得不科技啊 那些小王八蛋 都把這個錢拿進去炒股票 沒有在政經的在做這個 所謂的晶片產業的發展 所以中國大陸這邊損失了 十年的時光 我還不可講 這是無聊的十年 不曉得你們在幹什麼 我不是今天才講的 你看看我的臉書 看看我 我是八年前我都講了 沒有人這樣幹晶片產業的啦 那不是太外韓 根本就壞心 那現在這幾個傢伙 再被抓去雙開已經滿了嘛 應該當作狗捷處理 那現在 好啦 那我只要回頭來重新 培養自己的晶片的產能 跟設備嘛 那培養了會有個 很辛苦的三五年 那三五年 如果中國大陸 也是乖乖地遵守 美國的規矩的話 那你會碰到很大的困難 因為所有的能夠申請的專利 大概都被這些通通申請光了 那也許大陸領導階層 可能不是很清楚 專利也是一種戰爭 專利不是真的什麼 了不起的科技 也就是說我今天 要對這個半導體生產設備做清潔的話 我要生產一個 我有一個很特殊的清潔的一個專利 那我會怎麼申請 我會馬步申請一個專利 清潔杯申請一個專利 門口儲存的清潔再來一個專利 反正我給你搞了一個專利 明明就是一個專利而已 一個技術而已 還要給你搞到那些包裝 目的是什麼 阻擋別人進來這個聯益 它不是真的這個有用 我說大陸勇敢一點嘛 你就宣布 你凡是介入對於中國大陸 晶片封鎖的任何行業的 任何公司任何技術 在中國大陸一律無效 全部凍結 保證那些廠商的所有的什麼 股票價格馬上大跌 美國的公司半導體股價大跌 為什麼要這麼幹 你不是不給我嗎 你不是給我打戰爭嗎 戰爭還有保護你對方的 這個專利技術權利 那專利技術在中國大陸都無效了 就簡單啦 大陸那一做設備廠商 逆向工程 這個張誠博士也很清楚啊 逆向工程 兩三下都做出來了啦 沒有什麼天底下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啦 就是我一直在跟很多大陸的朋友 很多美國的朋友解釋 你們這個不是好招啦 如果你在專利技術的這種所謂 阻礙的措施全部被撤出來了 中國大陸太空章做得起來 火箭做得起來 高超音速做得起來 為什麼做起來 因為那些都沒有專利 沒有專利 沒有專利 只要夠聰明的話 魔術方塊很快就解除了啦 沒什麼了不得了啦 你以為台積電的工程師 就天眾英明特別厲害 那是下苦工嘛 可是不想講下苦工喔 這種本事喔 不是只有我們福建厚一的臺灣人會耶 不是耶 我跟你講 陝西人也會啊 山東人也會啊 對不對 安徽也會啊 對不對 荷蘭也會啊 怎麼不會 就是要拼老命啊 不睡覺啊 逆向工程 這個測不行 明天測另外一個 後天再不行 才換來換去 總該搞得出來嘛 那你以前是什麼不敢搞 我老天爺啊 我花個五億人民幣 搞一個設備研發 一個零組件 一個關鍵技術 那美國就來告五百億 你要賠我 因為你涉及到侵權 因為美國 美國這個搞這種司法訴訟 是一個產業耶 它不是一個 你什麼司法公正 如果這樣相信 你就是很無聊 美國的民主政治的核心 就是用司法產業去剝削人民 我舉個例子 最近最經典的 BNT 他說我是一個 mRNA的疫苗 莫德納說是 現在莫德納在告BNT 說你抄我的專利 BNT說我老天爺 我從來沒有跟你見過沒有 我沒有看過你錄 我為什麼會呢 原來是莫德納搞了很多專利障礙 你不小心跨過我的紅線 天曉得 好就開始告了 所以已經不是技術戰 這是法律戰 不是啦 不要那麼笨啦 美國誰跟你搞真正的技術戰 訴訟金額多少 一百億美金起跳 我老天爺 你就繳一堆訴訟費啊 所以你看一個是德國的 而且他是美國自己菲瑞藏的 跟莫德納兩個 開始打這個纏鬥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我經常說 有人問我說 你看這兩家公共捨會贏誰輸 我說我怎麼知道 這像天主教跟路德派基督教 兩個人在打架一樣 這個因為搞不清楚最後的結果啦 好回過頭來 所以中國大陸要想辦法 在這裡面做策略性的突破 其實中國大陸現在需要兩樣的 一個科技的行業要突破 一個就是半導體科技 這很重要 而且我認為中國大陸不會輸 你只要不要製作什麼 做減制服 你就不會輸 第二個什麼 生物醫藥科技產業 我今天先提 我不是今天第一次提 現在大陸上很多的醫療用品 很多的醫療設備 都是美國產的 這裡要準備 不準備你以後會很吃虧的 我話先坐在前頭